今日的AT国股推介是中国联通762 选选原因是港股短期内动力弱 恒指移首19,500区 联通职优兼增加派息属于稳健之选 联通上半年盈利和收入都比市场预期 收入按年上升7.4% 盈利增长19.5% 主要由于核心的移动服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混计算等新兴业务快速增长 其中核心的移动服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按年上升3.4% 产业互联网收入按年增长31.8% 贡献公司超过7成的新增收入 当中云计算等新兴业务继续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半年云收入增长143%表现亮眼 联通增派中期息37.5%至每股0.165人民币 派息比率由过去3年的40%增加至接近46%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联空2022至2024年 预测股息率分别是8里、9.4里和10.5里 走势方面 联空4月以来主要在3.6至3.8区间横行整固 受到业绩理想带动 股价上升期向上突破3.8的阻力 昨日收报3.8号7 策略上有货的可以继续持有 短线可以上网4元关 中长线参考大行 在职后给它的平均目标价5.3 未持有的可以留意3.8以下的买入机会 跌穿3.64便适宜止舍